曹春小院士在太和鲸领域深耕六十余年 太和鲸好在哪里 太和鲸的发展对哪些领域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太和鲸发展如何 太和鲸大家肯定都听说过 而且也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但是太和鲸具体好在哪里呢 去年的十月份开始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了一项栏目 名为科创中国院士开讲 每一期都会邀请到中国科研方面知名的院士 为大家讲授各种中国顶尖的科技知识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中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使中国的科研技术成为中国在世界的一张名片 最近的一期科创中国院士开讲栏目中 邀请到了深耕在太和鲸领域六十余年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春晓 曹春晓院士在栏目中 着重谈到了太和鲸在航空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老一辈科研人员的科研精神 1960年代 一位渔民在海岸打鱼 但是网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渔民以为捕到了大鱼 奋力将鱼网拉到岸上 发现鱼网并没有什么鱼 而是一架先进的外国飞机 这架飞机应该掉入中国海岸很长一段时间了 飞机机体表面的铝合金已经被腐蚀殆尽 不锈钢也破败不堪 但是其中却有一种金属 在海水长期的腐蚀过程中依旧完好无损 而且还十分光亮 这证明了这个金属的抗腐蚀能力非常好 而这金属也是太合金 这是曹春小院士在谈到太合金历史时 讲到的新为人知的故事 他还讲到 小时候曾听老师讲过1937年的813事变 那时日本用飞机轰炸中国上海的火车站 曹春小院士的小学老师为自己国家 没有可以抗衡日本的空军而感叹 这种心情也感染了曹院士 在曹院士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 要航空救国 科技强国 振兴中华的种子 这也是曹院士国防科研梦的起源 曹院士谈到的813事变 就是20世纪30年代 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 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后被称为松户会战 松户会战的开端是在卢沟桥事变后 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南向北的入侵方向 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 以利于长期作战 而在上海采取的主动反击战役 这场战争的惨烈用任何的形容词都无法形容 只剩下兵枉的数字 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 战争不间断地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 日军20余万人死伤4万余人 而中国最精锐的80余万军人死伤了30万人 而中国军队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的原因就是 日本陆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将中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 9架日本轰炸机对地进行的地毯式轰炸 而中国当时无论是在飞机的数量、装备、性能上都远远赶不上日本 而钛合金因其优异的性能在航空领域应用广泛 它可以显著减轻飞机的结构重量 使飞机性能提高 让飞机飞得更快、更高、更灵活 钛合金是含有钛和其他化学元素混合物的合金 这种合金具有非常高的拉伸强度和韧性 即使在极端温度的情况下 钛合金的化学性质依然十分稳定 所以钛合金具有非凡的耐腐蚀性和承受极端温度的能力 比如说钛合金的工作温度可以在500摄氏度左右 其强度表现依然良好 但是铝合金只能在20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工作 再比如很多的金属都是不能在海水环境下工作的 像不锈钢虽然具有良好的防锈性质 但因为海水的腐蚀性过于强大 不锈钢一样无法在海水环境下工作 但是钛合金就不一样 钛合金对碱、氯化物、硝酸、硫酸等强酸强碱物质 都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除此之外 钛合金的密度非常小 大概只有钢的60% 这就让一些高强度钛合金超过了许多合金结构钢的强度 因此 钛合金可以制造出单位强度高 钢性好 质量轻的零部件 这些优秀的性质 完全符合飞机在天上运行时的需求 现如今 世界上大部分的飞机发动机构建 骨架 蒙皮 紧固件 以及其落架等 都使用的是钛合金 陶院士也在栏目中讲到 无论是飞机机体还是发动机 钛合金的用量不断提高 主要是靠科技创新 其中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成分创新 二个是工艺创新 通过改进工艺来提高性能 并且降低成本 这两部分的创新 促进了钛合金的发展和应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钛合金并不是金属 我们前面就提到了 是含有钛和其他化学元素混合物的合金 所以说钛合金的种类非常多 不同种类的钛合金都具有不同的性能 截至到目前 世界上大概有几百种钛合金 根据钛合金 本身的固有优良性质 再加持不同种类钛合金的不同性能 决定了钛合金的应用十分的广泛 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飞机发动机零部件 采用的钛合金 这就是航空材料领域的应用 钛合金还可以应用于汽车领域 医疗领域 太阳工程 化工产品 等等众多的人类发展重要领域 既然钛合金不是金属 那可能不是本来就存在的了 中国在上个世纪初期 就一直没有办法自主研制出钛合金 但钛合金已经在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其中重要的航空发动机领域 中国想在这一个领域上用上钛合金 就必须依赖于进口 进口的代价就是价格极其昂贵 因为本身钛合金原材料和加工的高成本 就已经让钛合金价格不菲 再加上进口 钛合金的价格也就再上一个高度 所以中国必须拥有自主研制钛合金的技术 而曹春小院士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研究 国产钛合金的科学家 曹院士可以说是中国钛合金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也正是有了以曹院士为首的一批中国老一辈科研人员 几十年来不分众业的研究 才使得中国的飞机可以用上国产的钛合金 也让钛合金的应用影响到中国的各个行业领域的发展 曹院士在钛合金的应用上还讲到 因为钛合金没有毒性 质量轻 强度高 并且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等特点 钛合金也被广泛的应用于医疗领域 是非常理想的医用金属材料 钛合金跟人体里面的很多基础物质 不会产生相互的影响 或产生人体机体过敏等见像 可以作为植入物植入到人体内部 像是人体关节损坏 甚至头骨损坏 都可以用钛合金制造的人工关节来代替 对此 曹院士还拿自己来举例子 说自己的心脏当中也有钛合金 是一种像钛合金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心脏起泊器 在上世纪90年代便被植入到心脏 至今仍然在正常工作 曹院士自豪地说道 我的心脏里有我研究了一辈子的钛合金 可以说曹院士的一生已经跟钛合金离不开了 不光是因为曹院士的体内有钛合金 更是因为曹院士在钛合金领域60余年的辛勤研究 这为中国钛合金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曹院士理应自豪也必须自豪 如今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钛合金生产国 与最大的钛合金消费国 2020年中国钛合金产量首次超过10万吨 达到12.3万吨 钛合金的市场在中国稳步增长 钛合金也在中国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是青脸 College Battle Tab Office� 后期目